2019年新中国将迎来70周年华诞 70年的风雨历程 中国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 红旗牌轿车 上海牌轿车 都是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亲历者 而红旗牌轿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就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车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的 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 是一家非国有博物馆 馆内收藏了十辆不同年代型号的红旗牌轿车 它的创始人刘波从18岁开始学车跑运输 到27岁收藏第一辆老爷车 再到汽车历史博物馆的创立 刘波走过了一段充满传奇的历程 八几年的时候国家改开放 我就买了第一台的解放牌汽车 那是二手的老解放 开始搞运输 当年就乘了万元户 那个时候路上跑的车也很少 我对这个老车就比较喜欢 就到处寻找这些老车 到1985年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第一台的 我要收藏的台老车 银鬼汉姆贝尔 从1985年开始 刘波开始走上了汽车收藏的道路 30多年的收藏生涯 从收藏第一辆车开始 到现在他已经收藏了200多辆经典珍贵车型 其中他对红旗牌轿车尤其热衷 我们中国刚建国的时候 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汽车 1949年建国的时候 主席的作家都是苏联 斯大林赠送的给他的五辆集思 这样我的管理也收藏了一台 他的这个斯大林赠送主席的车 集思115 因为那个时候 咱们中国不能自己造汽车 直到1956年 咱们第一台解放牌汽车 在长存下限 这是咱有了中国的 自己自主品牌的汽车 等到1958年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台红旗牌汽车也生产出来了 1958年 新中国第一台红旗牌汽车正式下限 红旗CA72型轿车 车身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 车前格杉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 别具一格 从CA72开始 红旗轿车开始被世人所熟知 1964年 中国正式将红旗轿轿车作为礼宾用车 红旗车也就有了中国第一车的美誉 我身后的这几台车都是红旗牌轿轿车 它们从58年到1979年 时间快了20多年 它们的生产工艺也在不断地提升 它们的配置也都有很大程度提高 我身后的这台车也是王震将军在东北 能够很总局势工作时间用的钻车 红旗牌轿轿车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历史的发展 红旗牌轿轿车也是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的第一车 现如今 刘伯的国产汽车藏品包括解放牌卡车 上海581型卡车 上海760型轿车 上海761型轿车 上海7220型轿车等 其中 红旗牌轿车包含老一辈领导人 毛泽东 王震等曾经的座驾 还有周恩来总理 接待外国元首时所乘坐的检阅车 以及时事班禅 俄尔德尼确疾奸赞在西藏主持工作期间的专车 这些藏品都是新中国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见证者 从1985年开始收藏汽车 到今天已经收藏了30多年 我的收藏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